大家好,我是Edit,歡迎回到Live Janeling 有很多人留言問我,究竟我用那個找靈感的apps 或者我上網找圖的apps是什麼 我今天就想說一下這個 其實這個就叫Pinterest Pinterest就是一個網站 它也有app 其實它的名字pint intress這個字就是指 你按著你的興趣去找到一些適合你看的內容 釘在一個水蟲板上 顧名思義就是你可以在裡面找到很多和興趣相關的內容 它是以圖片為主的 好像有點兇範 不如我們也一起去試試吧 當你去到Pinterest這個網站的時候 就會看到它叫你登入或者填一些資料 你一定要開了一個用戶才可以繼續去看 究竟有些什麼 填好資料之後 它第一樣問你的 就要叫你選五個或者更多你想看的內容 注意了,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有些朋友都跟我說過 他覺得Pinterest不太好用 他給他看的內容不是他很想看的東西 原因就是因為當你在Pinterest一開始選的 興趣的範疇選得不準確 當我一開始用Pinterest的時候 我都選了一些不是真的我很有興趣的內容 那時候我就覺得Pinterest也不是那麼特別 也不是那麼有用 但到後來我就重新再選過這些內容的時候 我就發現Pinterest真的很好用 它是幫了我去找到很多我想看的東西 所以我就建議你去想一下 其實你最大的興趣是什麼範疇 那我最大的興趣就是 設計、藝術的東西 還有可能是手像或者是畫畫的 那一按了下一步之後 基本上你已經看到它會幫你計算出 去找到一些覺得你會喜歡看的東西 那這一步是最開始的 就算現在不是最適合你也不要緊 那我們之後就會再說一下 究竟Pinterest平時是怎樣用 它每一個post就叫pins 那當你看到一些東西很有興趣的時候 譬如我現在找typography 那就是關於文字設計的 那當你選了pins這個save這個按鍵之後 你就會看到它問你編去哪裡 那其實它裡面還有幫你分類的功能 那這就叫board 就好像你的水蟲板 你有很多水蟲板 如果一個是不同的分類 那我就把這一幅 就加了下去我自己的board 那它還會告訴你 它覺得你應該會喜歡什麼範疇的東西 它會引伸給你再看的 那你也可以follow一些人的board 那它就會經常看到他們編了些什麼 那我剛才說過我對手像是比較有興趣的 那我可以打手像 那它就會出了很多關於手像的post 找到一些你喜歡的post 你就可以編了它 那你每一個編的動作 對它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那它就會慢慢去根據你的喜好 而去計算出它認為你會喜歡的那些post 那除了不停地去看其他人的東西之外 其實我們都可以貢獻我們自己的創意 那就是在自己這一版裡面 你可以加入你自己的編 那可以是任何東西都可以的 那只要加回一些相關的網址 或者一些description 那你就可以儲存這些編的了 當你再回到home page的時候 你已經發覺我們做了幾個動作之後 我們在首頁看到的東西已經完全不同了 就會變得比較貼近你的需要 這個就是pinterest的基本操作 那下一集我就會說一下 我通常會搜尋什麼字眼的 那這些字眼都是可以幫助我們去寫手像 或者找靈感 設計啦或者找一些素材的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如果你喜歡這個video的話 就給個like我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跟我聊聊天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